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剖析无极正道玄妙经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将 盛世剖析存人斋戒身心 天性清静无垢 存人斋戒身心 天性清静无垢 世人经常后悔 比如网路上看到有人去了 某个自己曾经去过的景点 就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拍照 婚姻触交了 就后悔当初怎么没选择另一个人 后悔是时间的产物 因为经历了就在线下后悔 期待未来弥补 然则 后悔都是负面的 容易造成心理不安及忧郁 人之初 性本善 人就是善的 原本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儒家定义为 侧引人心发路 因而行人是不会后悔的 且因为是世人的天性禀赋 促进了身心正向发展 以道德观念来讲 行人虽是人之本性 但后天袭染就会造成一层屏蔽 因此 需以斋戒的手段恢复本心 斋戒是宗教为促进修者 革除习气的手段 以如素 戒律 断食 禁欲等 借以短暂行为 让修者省觉天性原本清静 但若无法先行了解斋戒的目的 所有手段都会让普罗大众认为 只是惩罚而已 所以斋戒须着重心斋 心就是一种定静功夫 比如 静作为利 必义修者专注 减少欲望 因而在生活中修道 就该实时心斋 也只有从心定静 才能适性地迈向道成 一 本频道有课诵无极正道玄妙经 无极皇母唤醒天经之影片 望大家常念诵 落实到在生活 二 这两部经典都是无极正道愿必修课程 也是人间成道的宝典 望大家可以落实 三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愿与五妙明正堂 此灵修院正道者准与永托轮回 已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超把与生前筑集 正道者是可以永托轮回哟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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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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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